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当篮球领队呢 我没拿过CBA总冠军 也没有拿过NBA总冠军 对 但是我很热爱篮球 对 所以我想 想能通过自己 把篮球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我们搭档之间分别夸奖一下 但是这个句子啊有个要求 就是在句子里面 必须加上MVP三个字 首先这一次的节目 我觉得豪哥在 在这个节目中帮助了我很多 对 不光是篮球的知识 还是这个篮球的技巧 包括他在 球员在打比赛的时候 他在场下的那种 很头脑很清晰的那种状态 让我很佩服 对 就是你看到他在认真 在思考的时候 会有就是那种粉丝看偶像的感觉 对 就会很吸引人 所以豪哥永远都是我心中的MVP 我来这个节目可能学我一个目标的 就是我因为我不像豪哥 就是我不能在篮球的专业和技术上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所以我很明确我来到这个节目的目的是我要尽我自己的权力去保护我的球员 所以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因为就像刚才杜志导说的 他们来到这个节目 就是他们是带着梦想来的 对 就是他们是可能他们现在要以篮球为生或将要以篮球为生 所以对 所以我很感谢他们能很有勇气的来到这个节目去 去毫无掩饰的展示自己的篮球技巧 对 所以可能我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保护他们 对 篮球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这一生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 因为我从五岁第一次摸篮球 然后一直打到现在 虽然我没有打专业 没有成为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但是篮球一直陪伴在我的生活中 那虽然我现在是一名演员 但是我在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篮球陪伴着我 对 然后我觉得我也从篮球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对 很多的篮球精神让我 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